你以为宋志娅搞定三个男主 霸品中韩热搜只靠脸吗 还说小雅仙能收割 以众小买狗只靠钱 错 大课错错 三个让你百分百提高一行员的小理论 看完让你丑小压引的又有软属于他 第下小课头 开课 第一个 卡奈基赞赏论 打个比方 我喜欢白晶婷 我贼个人好 滚 我喜欢白晶婷 我也喜欢白晶婷 姐妹 所以你想让别人喜欢你 就要表现出你喜欢他呀 就算是装 也要装作对他感兴趣的东西 表示出兴趣 而且赞同 千万不要去批评他 这样人家才会觉得 哎呀 遇到知己了 久而久之呀 不仅你喜欢的人会被你争 喜欢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第二个 富兰克林笑颖 就算你是能扛一整桶水 爬八层楼的女壮士 在男生面前 你也得给我柔弱起来 你请求帮助的过程 就是在弹幕自己的脆弱呀 这样就很容易激起男生的保护欲 他帮你拧了一次瓶盖 下次他再喝这个牌子的水 就不可避免的想起你 所以呀 相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 那些帮助过你的 更愿意再帮你一次 第三个 爱情三角理论 这个可不是三角恋啊 斯藤伯格把爱情分成了八种 我们都知道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那在感情里呢 那三个角就是 亲密 激情和承诺 重点来了 亲密不是让你搞暧昧 而是让他信任你 激情呢 就是时不时给他一点小甜头 承诺呢 就是你能记住他说过的一些小细节 打个比方啊 嘴口一说 哎 我想吃糖葫芦 事后呢 你就把这事给忘了 结果下午呀 突然有个人 拿着糖葫芦到你面前 还说是专门给你买的 你是不是心里还得寻思寻思 为了让你们脱单 我真是操碎了心 还不赶紧把你的单身狗姐们 爱得进来看呀 记得啊 每个方式咱们都要张弛有度 咱们要做的是海后 不是甜狗 拜拜 拜拜